请问现代的居士如何在家修学佛法 现代居士在家修学佛法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不要太多欲望 第二一定恭敬三宝不要学做第四宝 第三不要永施自重 也不要说我亲近的师父多伟大多有修行 那好好就这样 那然后别的师父呢 你一直来说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慢心 你懂吗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师父 有的师父看起来拉里拉他的 他有他的道横你也不知道 这样知道吗 所以等近身前 再来自己要多用功 一定要懂得亲近三宝 没有那个所谓现在居士 外面道场很乱 我在家里自己用功就可以 这种都是慢心 不应该这样子 应该到懂得去寺院里头 去亲近三宝 去给环境熏陶去做志工 这才真完整的去 叫做叫做什么 叫做叫做叫做福会双修 我有我有四句记 是对居士的要求 第一个是归进三宝 我有顺序有改 以前跟现在有改 我昨天我今天凌晨才写的 才修改过的 很熟热腾腾的 第一个归进三宝 第二发菩提心 以前没有发菩提心 归进三宝发菩提心 先把行跟心做对了 价值做对了 再来才是敦伦敬奋 最后福会双修 是这样 以前有一个顺于解脱 没有 居士出家人都不是以解脱为目标 以成佛利益众生成佛为目标 甚至他都不算目标 是这样 那当然这是我们在 我自己在天台的体会 越来越转进了之后 我修正了 这个修正绝对是满意的 就是说一定是强于以前的 这样 所以以前的有它的价值 但现在这个价值更扎实 所以记得 记得我说过四个 四个再说一下 这就是你的你该学的 归进三宝发菩提心 这个时候再来敦伦敬奋 你就很有意义了 什么叫敦伦敬奋 你该尽的社会责任你就尽了 你就要居士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可不可以婚外情 这样就没有敦伦敬奋啊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可不可以丢着爹娘不管 不可以嘛 但是可不可以管到不能出家 也不一定啊 你真要出家你就不必管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要出家你又管爹娘 那还怎么出家 不过我就是可以这样 带来庙里出家嘛 这样懂吗 如果你要带你爹来出家 我可以考虑 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 你爱好家好酒来 带着你爹来 这样可以考虑 为什么 你要负责照顾 那与其在家里照顾爹 不如在庙里照顾爹 你自己出家 一份功德分享给他 他也在寺庙里 修功德 这是OK的 我当年是带我母亲去出家的 是这样 好 那么就是敦伦敬奋 所以说他也急于未来可能出家 那第三 第四就是扶慧双修 来圆满菩提心 懂吗 你就这样做 所以你看 你要扶慧双修 怎么可能都在家里呢 是不是这样子 有一些人 甚至有些道场说 不 道场不会啦 有些独立的出家人 他会说 别偶别走 在那家里照顾就好 是的 别偶别走 对了 在那家里照顾就好 那要看人 老道都不能跑了 不能动了 你去到那 可能都马上晕倒 这样你当然不要去道场了 可是还没有到内部的时候呢 你应该到道场亲近 懂吗 去亲近师父 去服侍三宝 你才能够服慧双修 知道吧 好 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